大家好,我叫黄安娜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天下一家 从小我就是一个喜欢挑战自我的人 当我听说汉语是世界上最难的原始 我就下定决心立志学好汉语 几个月前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自学汉语不久的西班牙朋友 当他听说我是一名学习汉语 已经两三年的汉语专业学生时 他就让我当起了他的老师 为他解答各种关于汉语和中国的问题 有时他会问我一些连言我回答不了的问题 这时我不会急于回答他 毕竟孔子说过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我会请教老师或者在书本中选找答案 这也帮助我自己增长了许多知识 亚美尼亚地出乌亚交界处 像一座桥梁一样连通了东西方不同的文化 而我也希望通过汉语 这座桥梁成为一名促进东西方不同文化交流的使者 汉语为桥天下一家 我明白实现我的梦想并不容易 但我依然愿意挑战自我 并为之不断努力 谢谢大家 假如我与西红衣被为国家有战场厮杀 我最愿为你住一户柴与神宫白发 一起踏遍天涯 与你共上晚霞 让我亲手为你披上红杀 可是当关键营又会洒下先却让花沙 我无法再通你就看完这江山如花 愿你帮上红妆 去你护好人家放下 我无法再通你